这里是自立行间故事会 今天龙叔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三 等着神仙来喂你 这么说来 成仙是个权贵们的游戏 屌丝们先想着发家致富吧 那么问题来了 谢自然家里条件一般 就没有吃仙丹 光靠壁谷吃树叶不也成仙了吗 而且还是个领导 这怎么解释 这个问题很简单 因为有人给他来送成仙的药 极仙录里说最后天上的金母 金母和西王母是一个人 也为西方属金 所以西王母又叫金母 来接谢自然上天的时候 为他带来了大量的天上土特产 成仙药 谢自然吃了仙桃 喝了福咒金水 最终登天成仙 而对于西王母来说 这些东西压根就不用炼制 随手拿来就是 这才是修仙的洁净 炼呆什么的弱暴了 但是神仙这些药不能随便给别人 你得具备一定的条件 比如像谢自然这样 前生是个神仙 西王母见到谢自然第一句话就是 和你分别两结了 结是种时间概念 翻译成人话就是说 好久不见了 可见谢自然和金母是曾经的熟人 谢自然是到家的 对于佛教来说也是如此 西游记里大名鼎鼎的唐三藏 人家本来就是如来坐下的金铲子 到凡间不过是个挂指锻炼 回去就升职了 当年李白号称哲仙人 他就想给自己造一份好的成仙简历 好让神仙接他上天 但是神仙的人事档案肯定管理严格 一查压根就没有李清莲 因此尽管李白非常努力 炼丹科要无所不为 最后还是没有人来给他送药 不过在各类笔记故事里 李白最后还是成了仙 只是他这神仙是追寿的 李白的粉丝们为李白编了一个词法 说李白是在江边吟诗 看月亮甚好 就想捉来玩玩 结果溺水而亡 这样的说法固然浪漫 但是总让人联想起捞月亮的猴子 太贬低大文豪的智商了 于是各类笔记故事里就说了 李白这不是卓月 而是水姐 这是一个道教用语 就是通过淹死而成仙了 后来还有人见过李白 广烈仙传上说 白居易的后代白归年 有一次到松山去 突然有个人过来对他说 李汉林请你去一趟 白归年去了 见到了一个风神飘逸的人对他说 我是李白 谁姐成仙 在这里掌管各类走数 不管怎么样 李白是成仙了 这就说明 作为人 前世不是个神仙 也能成仙 但是李白的经验不可取 一头扎水里 不成仙 那就成仙了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潜心修的 以真心感动上天的神仙 来给你送成仙药 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哈武帝 他为了成仙 他采取了自己炼丹 和向神仙索要两种方法 他任命李少君为他炼制仙丹 同时设置了成露台 每天接上一点露水 他以为这就是神仙放进去的仙水 所以就配合着浴血喝掉 但为什么不想想 万一神仙把这个小盘当公共厕所了呢 神仙的态度是我可以给 但你不能要 所以汉武帝想尽了一切办法 也没有成功 但他这种诚恳的态度 最终感动了上天 汉武内传上说 后来西王母过来了 请他吃了仙桃 不过这仙桃对于成仙意义不大 西王母主要给他讲了讲怎么修炼 他这时候是真心让汉武帝成仙的 还请来了另一个神仙上元夫人 也给他讲了讲课 又送他好几本书 总之就是不给他要 而是让他好好修炼 将来再让他成仙 但是神仙们走后 刘彻却犯了骄傲自大的毛病 以为自己必将成仙 就开始穷奢己欲 最后天庭生气 收回了对他的承诺 还将送他的书都烧掉了 汉武帝的这个故事给了大家一丝希望 只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不随便撬尾吧 总有一天会有神仙来给你送养 广义记上有个人叫边栋玄 他修到四十年 估计也吃了不少树叶 突然有一天 一个神仙飞到他面前 给了他一锅汤饼 说这是玉英粉所致 吃了就能成仙 边栋玄吃了之后 果然就由五色彩云来接 大话西游里紫霞仙子的梦想 就这样实现了 不过这里只有五色彩云 没有意中的盖世英雄 因为神仙们对于这些普通修道者的赠送 都很随意 西王母这样的大神 一般是不会出现的 随便派个普通的使者过来就行了 有时候连个使者也不派 直接从天上扔下来 广义记上说 黄梅县有个道士叫张连翘 跟谢自然一样 年纪轻轻就开始不吃饭了 但他没有出去吃树叶 而是在家吃枣 枣比柏树叶可好吃多了 神雕侠侣中球千尺 就是靠吃枣撑过来的 后来他直接出家当了道士 十八岁的时候 大概神仙觉得该让他成仙了 就从天上扔下来两枚钱 张连翘去捡 邻居家一个妇人 推倒篱笆过来抢 张连翘趴在前上 才没让他给拿去 这时候天上又掉了三颗药丸 张连翘捡起两颗 那妇人捡起一个 两人都吃了 同时死去 过了一会 两人又活了过来 张连翘开始觉得神清慕明 而那妇人却毫无感觉 过了几天 就见五彩祥云 拥着一辆车 自贴而下来 接张连翘 众人都来观看 可是过了一会 云散车飞 张连翘却没有走 他对大家说 你们这么多人看 我就不走 不让你们看 这肯定是计划 我以为真实情况 是上天给了他三颗药丸 他只吃了两颗 不够成仙的资格 所以神仙就放弃他了 故事最后作者说张连翘 一直没有走 但长期不吃饭 形体枯萃 都是上级不负责任害的 了以自卫的是 张连翘还是吃了两丸 倘若三丸药都被那农妇抢走了 自己修了半天道 却是为别人做嫁衣 那不就更冤枉了 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 神仙传里说 有个人叫全书本 最心修的 有一天 有两个神仙过来帮助他飞升 变成两个书生 前去他家拜访 问他家的佣人陈安氏 你家老爷在不在 陈安氏说 在 陈安氏过去禀报 全书本的媳妇建议 这一定是来打秋风的 告诉他们老爷不在家 全书本受益 陈安氏这么说 于是陈安氏出来说 我们家老爷说他不在家 两个神仙非常惊叹 于陈安氏的诚实 将陈安氏的药给了他 后来陈安氏果然白日飞升 成为神仙 对于全书本来说 这个故事说明 找个过于耿直的手下 总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法 害了你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这说明如果不修道 单纯做个缺心眼的好人 也可能会有神仙给你送药 神仙们对于这些人 反倒送得小心 送药之前先要考察一番 看看是否真的缺心眼 一般都是变成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考察你是否能帮助 借此来引导社会风际 许仙传中说在宜军县 有个老王 为人热情 有一天 一个穿着破烂的道士来投靠的 这个道士变身恶疮 老王请人为他看病 道士说 给我弄一大瓮子酒泡泡就好了 老王就为他酿造了一大瓮子酒 老道放了点药进去 自己脱光衣服跑到里面 三天后出来 竟然须发皆黑 面容变成了少年模样 这老道说 你这是好酒啊 喝了可以让人飞上天 当时他们家正在打麦子 老王就把酒拿出来 和大家一起喝了 喝完之后 就见踩云如争 整个房子都飞了起来 鸡犬一起升天 只有猫和老鼠留了下来 显然那个道士是来给他们送成仙药的 看病不过是个考验 通过这个考验倒还好说 最恶心的是 后面那个 竟然把你泡过窗的酒让人喝 这该有多么大的心理承受能力 才能喝下去啊 这充分彰显了两个素质 一个是善良 肯帮助别人 另一个是缺心眼 否则谁会去喝泡澡水 后面这一个条件 就把许多好人挡在了门外 比如 积神路上说 有个旅店的梅老板热情好客 和尚道士住宿 盖部收费 某天一个道士住宿了好长时间 梅老板毫无怨言 这个道士这天对老梅说 你给我二十个新碗 七双筷子 明天你到某某地 我请你吃顿饭 第二天老梅去了 发现这个道士衣衫华丽 有房有庸人 当时梅老板的心情 估计五味杂陈 道士让人上菜 竟然是一个蒸熟的婴儿 梅老板就跟唐僧看人参果一样 不敢吃 过了一会儿 又上了一道菜 是一只蒸熟的小狗 梅老板也不敢吃 道士叹息一声 令人将昨天的碗筷还给他 竟然都成了金子材质的 老的说 你是一个好人 但是成不了神仙 刚才那些都是千年的人生枸杞 你不敢吃 说明没有缘分 说完这个道士就不见了 这个道士的逻辑太荒唐了 美老板不吃婴儿不吃狗 这说明他心地善良 居然不让他成仙 他若狠着心都吃了却 反倒是成仙的人选 神仙改欲传 有个围阳时有的故事情节类似 但更过分 说围阳时有十个人都是好心肠 经常帮助一个老乞丐 这一天老乞丐请他们吃饭 还顺便请了几个乞丐 端上来的菜也是一个蒸英儿 围阳时有不敢吃 那几个乞丐无知无味吃了 最后这几个打酱油的乞丐 变成金童玉女生天去了 围阳时有义无所获 但没办法 这就是规矩 谁叫你不缺心眼呢 神仙对此也有解释 那就是缘分 也就是说这些人如果不吃 那就是缘分不到 如果非要告诉他们 这是成仙的好药 引着他们吃 没准会害了他 这方面是有前车之鉴的 神仙赶玉传上同样有个故事叫薛缝 说是有两个和尚在邵氏山进入了仙人的境地 这里有吃的 一个和尚就吃了点 另一个和尚不吃 结果吃了东西的和尚没走出去 就变成了石头 有时候就算神仙让你吃 食物也会直接抗拒 许神仙传里写一个叫王可骄的人 他遇见了神仙 神仙说你这个人骨骼轻起 但你做真酒的时候 把煤尖扎破了 破了你的这份浮象 接着神仙给他酒喝 但是酒在湖里怎么也倒不出来 最后神仙也放弃了 总结原因就是缘分不到 福分不到 而缘分 福分这个东西 跟是否做好事没有关系 正所谓杀人放火金腰带 修桥铺路无尸海 也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也不用太失望 因为神仙似乎在最后一道关卡审核颇炎 具体节点在服药之后 飞升之前 吉仙路里有个女人叫杨正健 婆母家里人让她杀鱼她不肯杀 杨正健选择了离家出走 遇见了一位道姑 就拜了师父 住到道观里去了 她在道观里每天打水 去西边打水的时候 经常看见一个胖娃娃跑来跑去 她觉得奇怪 回去后告诉了师父 这师父一听就知道遇见了什么 当即就说 你明天给我抱过来 这个杨正健不敢听婆母命鲨鱼 却敢听从师命拐卖人家儿童 第二天她就把那娃娃抱回去了 走到道观的时候 娃娃变成了一个树根 师父就让她上锅开始煮 恰好到观里没了粮食 师父就出去买粮 告诉她煮三天就可以熄火了 结果师父买了粮食 回来路上大雨冲坏了道路 耽搁了十几天 杨正健没粮食吃 闻着锅里香 就只好自己先吃了 她吃完的时候 师父也回来了 杨正健只是神采换发 却迟迟不飞升 过了一年多才走 后来她告诉师父 我为什么升天晚了一年呢 是因为当年我爹管公款的时候 我从公款里偷了两块钱 天庭记录在案 法我在人间多等一年 由此可见 天庭在谁吃药这个问题上 有点混乱 但是在最后一关的正审上 还是非常严格的 在人间多待一年 其实就等于判了一年有期徒刑 杨正健的师父倒真是修道者 他一点也不生气 把一切归结到缘分和福分上去了 如果杨正健知恩图报的话 应该给师父在城里买套房子 弄个书房 书里有个生鲜的捷径 短程是在有阳杂族里说 有个人在书里看见了一根卷成圈的头发 整个是一个环 没有头 于是他就把这个弄断了 断开后流出好多水 拿它放到火上烧 有头发的气味 一个老道听说这个事 大为感叹 说你本来该成仙的 得到宝贝却不会用 错失机会 那个不是头发 而是脉网 赌一连吃三回书上的神仙字样 就会变成这个 你拿着这个晚上看星星 就会有天上的使者下降 送你仙丹 然后再把它弄断 就着流出的水喝了 即可成仙 这个人赶快回去看看 书上被吃掉的字 联系上下文看 果然都是神仙字样 这个方法虽然简单 但让杜鱼吃神仙二字 必须是随意的 如果刻意为之 没有好处 据北梦所言上说 唐朝有个姓张的年轻人 听说了这个是 就抓了几个杜鱼 放到瓶子里 然后将写满神仙字的 小纸条扔进去 只是这些杜鱼 却没有变成脉网 他就抓起这些杜鱼吃了 结果神仙没有荡成 却成了一个疯子 满嘴脏话 最后早早死掉了 看来还真是一切 都得靠缘分 但什么是缘分 缘分这个 又有谁来决定 有句话叫缘分天注定 天不就是你们这些神仙吗 真当我们却心眼呢 四 神仙都吃点啥 在求仙的过程中 周穆王是最强悍的一位 人家不等不靠 开着自己的宝马 巴骏到了昆仑 直接去见神话界的女王 西王母 和西王母一同用餐 西王母非常欢迎 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拿出特查来招待她 仙传实义上说他们先是喝了封山上的石水 又吃了玉树上的果实 然后饮了蜿蜒之高 吃了甜血之味 随后还吃了点苏联黑枣和必有白菊 看西王母给周穆王开出的这份食单 主要食物都是石头类的身家工产品 比如封山上的石水 玉树上的果实 想必也是玉石材质的 至于蜿蜒之高 蜿和蜿都是玉石 这两种玉石做成的膏 还有甜血之味 这个比较模糊 一般都说是冰淇淋之类的东西 但我以为要是冰淇淋 也是玉粉制作的冰淇淋 不过这个玉带甜味 除了玉石之外 不过苏联黑枣 必有白菊 这些似乎是饭后甜点 作为点缀食用的 有这么多石头材质的东西 是因为石头是神仙们的主要食物 西王母住在昆仑山 这里本来就盛产石头 庸俗的理解就是西王母就地取材 以石头当作食物 事实上正好相反 不是西王母选择了石头 而是石头选择了西王母 据研究发现 石头里含有神仙身体必须的营养成分 这是根据神仙的物理学 五行学说推导出来的 五行吗 金木水火石 什么 五行当中压根就没有石头 应该是金木水火土 我当然知道 这五行之中什么最重要 不是排在第一位的金 而是排在末位的土 西汉那位著名的董仲书在春秋繁路一证里说 五行墨归于土 后面论证了一大堆 其实就一句话 我们吃的东西都是从土里来的 没有土 一切都是狗屁 不对 连狗屁都不是 好吧 按照课本里的说法 这反映了我们老祖先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后来到了三国时代 有个叫杨权的写了本物理论 听这名字就更能上课本了 都开始物理了 下一步就应该化学和生物了 现代文明就该诞生了 但这还是朴素的唯物主义 杨权在这本书里说土精为石 也就是说土的精华为石头 后来道教的高手们继续深化研究 发现石之阴精为玉 石之阳精为金 也就是石头中阴阳俱全 阴这一面的精华就是玉 阳的这一方面精华就是金 金和玉可都是让人成仙的宝贝 这不就是滋养神仙的东西吗 所以说昆仑山上玉石多 正好滋养了神仙西王母 为什么滋养出来的是一位女神仙呢 正是因为昆仑山上玉石多 这正是石头阴的一面呢 而孕育了孙悟空的那块石头 肯定是含有金的成分更多一点 正因为石头中富含 神仙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看各类笔记故事里 神仙们的饮食主要是石头为主 像西王母这样高级一点的神仙 就把玉石进行深加工 制成液体 墨成粉面 是家居必备之物 西游记李孙悟空推倒了 镇元大仙的人生果树 四处求人补救 每到一处神仙们很欢迎的 都请他喝玉叶穷浆 就是一个例证 许多凡人无意之中到了仙界 神仙招待他们的一般 也都是这些东西 比如神仙十一上说 松山有个老头掉入一个山洞 遇见两个神仙 神仙就给他喝了一杯饮料 然后让他从一口井中返回人间 这口井里有好多清泥 味道鲜美 不知道是什么 回来之后 这人就去问彰化 彰化说你喝的是玉叶 那清泥就是石髓 那口井显然就是神仙的粮仓 之所以放到井里 因为石髓这种东西 是高温也炼出来的 需要一定的保存环境 否则就会变回石头 神仙转上有个人叫王烈 无意之中看了神仙们也炼石头 他在太行山里修道 突然看见大山崩开一道口子 两旁都是青石 中间有一个一尺宽的口子 有像青泥一样的东西流出 王烈拿出一块团成丸状 像热辣一样 很快就成形了 气味像是精米饭 吃起来也像 他带了一些回去给朋友看 结果拿出来的时候 发现那些东西都变成了石头 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神山开裂 神仙们用自来水的形式 给人间输送神仙药 石髓 这种东西对于神仙来说 应该就像喝的粥 光吃粥肯定不行的 还要吃些干的才行 这干的最好 当然是石头的精华 如果到处采集 就会太累了 神仙们就开发了新的方式 种植 西王母请周牧王吃了玉树之时 这种树在别的神仙家也有 有阳杂族里说进巢的时候 有个叫彭球的人去山里凯树 闻到一股异香 寻着气味找过去 看见一个大宅院 他走进门去 先看到五棵玉树 有四个美女在弹琴 少女们似乎认识他 说彭君怎么来了 彭球说跟着香味来的 然后少女继续弹琴 不跟他说话 彭球觉得饿了 还想去吃这玉树上的露水 结果被神仙赶了出来 彭球这是没有仙缘 如果有仙缘 神仙还送你玉树的种子 仙传十一上 有个人叫杨翁伯 非常孝顺 父母去世后 他在父母坟前痛哭流涕 感动了上天 在坟墓一侧流出一道泉水 杨翁伯将泉水引在路边 攻行人引用 一个老头在这里印马后 送给他一台石子 说这是玉种 你要是种到地里 就会结出玉石来 杨翁伯仲下 果然很快就长出了一对白币 不过他没有吃这对白币 而是将白币作为聘礼 娶了一个媳妇 然后跟着媳妇一起升天了 他可真是什么也不耽误啊 吃石头这么讲究的 当然都是高级神仙 对于神仙里的屌丝来说 却只能在人间直接吃石头 例如神仙传里 就有个老头经常煮石头吃 干脆用石头命名 就叫白石先生 不幸极 还有个叫娇仙的人 也经常煮石头 他说石头吃起来 有股芋头的味道 即使是山珍海味老吃也会烦 何况芋头 而且芋头这东西吃多了 容易瘴气 屁多 所以许多神仙都开发出农副产品 首先当然是农业 他们要种植自己的农作物 就算种植农作物 他们也尽量考虑到石头成分的吸收 广义记上说 秦始皇听说有不死草 就去问鬼骨子哪里能找到 鬼骨子说在东海中祖洲上 长在御田里 把秦始皇忽悠的口水直流 派徐福带三百童男 三百童女去海上寻找 但是他也不想想 如果能有不死草 徐福会带回来给他们 果然徐福一去不返 据说他就自己成仙了 徐福得到之后 想必是把人间的农业 与仙草的种植技术 结合到了一起 唐朝的时候 有个人在海上漂流 遇见了徐福 徐福请他吃的食饭 而不是御食 神仙们散居在各地 由于其资源和禀赋不同 所以开发出的品种也不同 西王母开发出来的是桃 在天上种成一大片桃源 而东王宫培育出来的是瓜 命为空洞灵瓜 镇源大仙众的特产 当然就是人参果了 西游记李孙悟空的造反 被镇压之后 各位神仙就纷纷献上自己家里的特色产品 赤脚大仙送上的是焦力火草 南极仙翁送上的是千年灵芝和千年碧藕 西王母招待周牧王室 使用了千年碧藕 估计是采购自南极仙翁的 观察神仙们的这些农作物 就会发现三个特点 第一是成熟周期长 动不动就几千年 比如西游记盘桃园里的桃子就分为三千年一成熟 六千年一成熟和九千年一成熟 镇源大仙的人参果三千年一开花 三千年一结果 三千年成熟 周期也是九千年 不过这都还不算什么 十一记上说东王宫的瓜四节才能成熟 节是个时间概念 按照佛教里对节的解释 四节意味着一个世界从生发到毁灭的全过程 这可真是我等到世界的尽头 第二个特点是个头的 神仙传上说沈夕被神仙接到天上 见到了太上老君 老君除了给他仙丹吃 还给他吃了两枚枣 这枣跟鸡蛋一样大 按说不小了 但是跟安妻生的枣比起来还是太小了 神仙传上李绍军对汉武帝说 他在大海上遇见了安妻生 安妻生吃的枣子比刮都大 第三个特点是质量高 密度大 凡人一吃就饱 一顿顶好几顿 巨坛录里有个人叫严世泽 在山里遇见了神仙 神仙就给他拿了一颗小豆一样的东西 让他煮了吃 他吃了半粒就饱了 神仙的饭是这样 酒就更了不得 似乎度数特别高 凡人一喝就醉 神仙传里说 麻姑下凡带给大家天上的酒 必须要对了水才能喝 否则就会长川堵烂 这不是高浓缩度的酒精吗 天上能够酿造出这种酒来 或许就是因为天上的酿酒原料质量高 密度大 文书竞要上就说在昆仑山旁边 一个名叫赤县州的小山上 长着一种玉红草 吃它一颗果实 就醉三百年 那长川度烂的酒 估计是用这种草酿制而成的 数一记上说 魏文帝的时候 天上掉下几粒珠红色的李子 吃上一粒好几天不用吃饭 幸运的是有人把果核留下了 现在有一种又大又甜的安阳李子 据说就是这样种出来的 不过南举北指 这东西种在凡间只是又大又甜 好几天不用吃饭的功效就消失了 当年西王母请汉武帝吃桃 汉武帝想把桃和留下来自己种 西王母明白告诉他 这儿的地太薄 种不出来 幸好大部分水果 现在人间都有种植 随着各类技术的使用 个头也是越来越大 我们不用太遗憾桃和李子 这样的水果 最值得羡慕的是我们这儿没有的水果 据我阅读所见 有两种食物最令我羡慕 一种是凤脑汁 一种是龙根腐 这两种食物已经脱离了普通食物 只能让人吃的低级趣味 它们不光是食物 还是做其 容植物的甜美 与飞禽走兽的彪悍于一身 先看龙根腐 玄怪录里 说在八穷有个人生了一大片菊林 这年下霜之后 许多菊子都收了下来 只剩下两个菊子挂在树上 这两个菊子特别大 像罐子一样 大家都很奇怪 把菊子摘下来 打开后却发现 每个里面都住着两个老头 老头们在下象棋 一个老头说 我饿了 想吃龙根腐 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草根 也就一寸大小 但形状如龙 老头一边削一边吃 每削一刀 那东西就自动不及 老头吃饱了 拿清水一喷 这东西竟然变成一条龙 带着四个老头飞升而去 龙根腐是神仙的食物 我们凡人可遇不可求 但凤脑汁 却是可以想一想的 有羊杂族里说 首先你要在地上 挖一个六尺深的坑 把一块龟宝种在地里 然后用黄泉的水浇灌 用土牢固培育 三年后就会长出一颗像葫芦一样的东西 这可不是葫芦啊 结出来的果实像是桃子 有五种颜色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凤脑汁 吃了它之后 土口唾沫就能变成凤凰 其上凤凰就可以飞升到天上 如果我们有这种食物 哪怕吃了之后不上天 只在人间也能解决拥堵问题 我们早上起来 可以把龙根斧或者凤脑汁当作早餐 吃出龙或凤凰来 然后骑着上班就走了 这该多么拉风 杨过与神雕什么的都弱爆了 既然龙和凤凰都可以从地上种出来 在天上这两种神兽 估计就跟我们养的家畜一样 所以天上吃个龙肉什么的 就跟我们吃牛羊肉一样随便 西游记李孙悟空闯进盘桃大会 看见的菜品之一就是龙肝凤嘴 后来如来佛祖降服孙悟空 御帝设宴招待 也有龙肝凤嘴 但是佛祖吃素 这菜肯定不吃 注意这里只说了龙肝凤嘴 就跟我们吃猪下水一样 只取了一部分 或许这是龙和凤身上最精华的部分吧 诸如龙肉等其他材料 估计就随手扔掉了 聊斋志意上有个故事就说 龙堆之下绝地数尺 会看见龙肉随便吃 估计这个地方 就是上天处置龙肉的垃圾堆 可怜人类 跑到了垃圾堆都这么兴奋 蒲松林老师告诉我们 吃的时候不能说龙这个字 否则就会被雷击死 毕竟吃垃圾不是什么光龙的事情 想吃就吃 不要声张 蒲老师在这里只模糊地说了一个叫龙堆的地方 不知道确切位置 如果知道 现在估计开采成风了 我要知道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不开采 因为既然这个地方是龙肉垃圾堆 龙一定是在厨房屠宰的 天上的厨房肯定就在这附近 我要设法找出厨房所在 神仙的厨房叫天厨 《甘事兴经》上说天厨有六颗星 在紫威宫的东北 是百官的厨房 紫威宫是天上玉帝住的天宫 很显然 厨房就是为玉帝等百官服务的 里面想必有不少厨师 天上的神仙外出访问都会带着厨师 西王母会见汉武帝的时候 汉武帝准备了许多好吃的 西王母连看都不看 吩咐天厨为自己做饭 有意思的是 后来尚原夫人过来也带着天厨 又专门为自己做了一桌 这还只是出了个小差 有时候神仙犯了错误 被撇下人间 天上还派一个厨师跟着 紫布宇尚说 有个叫曹能使的官员 吃饭特别精细 家里有个厨子也非常善于烹调 曹能使请客 只要没有这个厨师 大家就吃不高兴 某一年 有人向曹借这个厨师 厨师不去 对曹说 你原本是天上的仙官 我是天厨 所以才给你做饭 其他凡人 我伺候不了 你也快死了 我就先走一步了 说完就飞升而去 不到一年 曹能使就死掉了 神仙们走到哪里都带个厨师 并不是他们太奢侈 而是神仙们有洁癖 例如看大米都是蛆虫 这可咋吃 所以人间的供奉 只能稀释气息 就算他们克服了心理障碍 真的去吃 他们的脾胃太虚弱 有的能吃 有的不能吃 甚至吃了还会死掉 例如八豆 武杂祖说 人食八豆则谢 鼠食八豆则肥 神仙食八豆则死 所以神仙们到处都带着一个厨师 就为防止有些凡人的加害 有趣的是 人死为鬼 但如果神仙死了也成为鬼 他们还用吃饭吗 请看一下一个话题 鬼吃什么 照《孟希彼坛》里的记载 唐明皇当年做梦梦见两个鬼 一大一笑 小鬼偷了杨贵妃的香囊 自称是钟馗的大鬼 把小鬼吃了 从此 钟馗就被认定为专吃恶鬼 想要除魔的神明